欢迎来到逆龄研究所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生活拥有了现代社会所有的便利 恒温的房间 随叫随到的外卖 躺着就能刷完世界的手机 为什么你还是会感到焦虑 疲惫 甚至觉得活着没意思 如果在体检单上你没有病 但你却觉得自己正在枯萎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是为你准备的 我们要以此来解读 Huberman Lab中一期颠覆认知的访谈 嘉宾是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教授Michael Easter 他提出了一个震耳欲聋的概念 舒适危机 The Comfort Crisis 我们进化了数百万年的身体和大脑 是为了在恶劣环境中生存而设计的 但在短短100年里 我们把所有的不是都消除了 结果是什么 不是幸福 而是生理和心理的全面退化 今天 我们要聊的不是让你去吃苦受罪 而是一种高阶的抗衰老策略 多巴胺投资学 看完这期视频 你不仅会明白 为什么找孽能让你变年轻 我还会为你提炼出三个原字Easter教授理论 且立刻能用的逆零食操法 首先 我们需要理解 为什么现代生活让我们变得如此脆弱 Michael Easter提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叫蓝点实验 研究人员让受试者看一系列人脸 判断哪些是有威胁的 起初 当威胁面孔很多时 大家判断得很准 但随着研究人员悄悄减少威胁面孔的数量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受试者并没有觉得世界变美好了 反而开始把那些原本中性甚至友善的面孔 看作是有威胁的 这就是我们的大脑 当生活中的大问题消失时 我们并不会感到满足 我们会降低对问题的定义门槛 去制造新问题 以前我们的焦虑是会不会被狮子吃掉 现在我们的焦虑是WiFi慢了两秒或者前面的车开得太慢 这叫做神经质跑步机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物质越丰富 抑郁的人越多 因为我们的生活太舒适了 舒适到我们丧失了应对哪怕一点点不适的能力 正如Michael Easter所说 人类进化的目的是为了活下去和繁衍 而不是为了快乐 我们的大脑总是让我们选择最容易 最舒适的路 但在现代社会 这条容易的路通向的是肥胖 虚弱和精神空虚 那么解药是什么 解药就在于重新定义我们与多巴胺的关系 Huberman在这期访谈中提出了一个极其精彩的概念 把多巴胺看作是一种货币 我们要区分两种行为 多巴胺消费和多巴胺投资 什么是消费 当你拿起手机 无意识地刷短视频 或者吃高糖零食时 你是在进行无摩擦觅食 这种快乐没有任何门槛 不需要任何努力 这就像是在不断地花钱 你的多巴胺账户一直在漏油 结果就是 你的多巴胺基线会越来越低 你会觉得越来越没劲 需要更强烈的刺激 才能感到一点点快乐 什么是投资 Michael Easter强调 真正的满足感来自于那些先苦后甜的事情 当你去运动 去深度阅读 去进行一场艰难的对话 或者在冷水澡里坚持30秒 这些事情在开始时是痛苦的 是有阻力的 这就像是你把努力存进了银行 当你完成这些挑战后 大脑会给你回报 一种持久的 深层的满足感 而且你的多巴胺基线会因此升高 所以抗衰老的秘诀不仅仅是吃补剂 而是要学会投资痛苦 你可能会说 我不想去北极探险 也不想跑马拉松 我该怎么办 Michael Easter提出了一个非常适合普通人的策略 叫百分之二法则 研究发现 当有扶梯和楼梯并存时 只有百分之二的人会选择走楼梯 这百分之二的人 就是那些选择多巴胺投资的人 我们不需要每天都去挑战极限 我们只需要在生活中寻找那些微小的不适感 并主动迎上去 把车停在停车场最远的角落 而不是在那转圈找最近的车位 把原本可以坐着打的电话 改成边走边打 或者去超市购物时把购物车推回指定的回收点 而不是随便把它扔在停车位旁边 这种哪怕只有几十米远的多此一举 就是在战胜你大脑中那个想偷懒的声音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实际上是在训练你的大脑 我可以选择难的那条路 当你在小事上建立了这种心理任性 当生活中的大事生病失业家庭变故来临时 你就不会轻易崩溃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种运动既能燃支 又能抗衰老 还能像冥想一样让人平静 我的答案 正是Michael Easter强烈推荐的那种被现代人遗忘的古老运动 负重行走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长距离负重行走的哺乳动物 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成功后 必须把上百磅的肉背回营地 但现在 我们要么坐着不动 要么在跑步机上空手跑步 我们丢失了负重这个环节 为什么Michael Easter认为 这是最适合现代人的逆龄运动 第一 他的燃支效率极高 Michael Easter指出 相比普通走路 负重行走能燃烧更多的卡路里 而且 他能让你直减脂肪 不掉肌肉 Michael Easter提到一项针对野外猎人的研究 这些人虽然体重下降了很多 但减掉的几乎全是纯脂肪 肌肉量甚至还有微小的提升 这在有氧运动中是非常罕见且宝贵的 第二 他的受伤率极低 相比跑步对膝盖的冲击 负重行走对关节更友好 同时能强化核心肌群和背部力量 直接改善现代人的体态 第三 他是骨骼健康的存钱贯 负重能直接刺激骨密度增加 这是预防衰老过程中骨质疏松的关键 那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开始呢 不需要像特种兵那样背100磅 Easter建议 找一个结实的双肩包 往里面放几本书 或者几瓶水 女性可以从10到15磅 约5到7公斤开始 男性从15到20磅 约7到9公斤开始 然后 就像平时一样出去走走 哪怕只是遛狗的时候背着它 就像Easter说的 这是一种 让你同时获得有氧和力量训练的作弊代码 最后 如果你想让你的精神状态彻底升级 Michael Easter介绍了一个源自日本神道的概念 叫做Misagi写成汉字 就是休息的戏 在现代语境下 Misagi的意思是 每年做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 重新定义你的极限 Misagi只有两条铁律 第一 你只有50%的成功率 这意味着挑战必须足够难 难道你真的很有可能玩不成 第二 绝对不能死 也就是说 我们要的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挑战极限 而不是鲁莽地去送命 为什么要做这个 因为我们总是低估自己 当你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极限 如果你咬牙坚持下去 你会发现原来那个极限只是大脑设下的保护所 一旦你在Misagi中突破了那个假极限 当你回到日常生活中 面对老板的刁难 股市的波动 你会觉得 这算什么 那座山我都翻过去了 Misagi不一定是去跑马拉松 对于某些人来说 一个人去陌生城市旅行 是Misagi 对于另一些人 去尝试吃一次不敢吃的寿司 也可以是Misagi 关键在于 你要去触碰那个让你害怕的边缘 总结一下今天的逆龄新思路 现代生活的舒适是一个甜蜜的陷阱 它让我们不仅身体退化 精神也变得脆弱 要找回生命力 我们需要 停止多巴胺消费 开始多巴胺投资 在日常生活中实践2%法则 主动选择难的那条路 尝试负重行走 背上重量 找回人类的本能 每年策划一次Misagi 去探索你未知的潜力 就像Michael Easter说的 幸福不是终点 而是你行为的滚动平均值 不要等到生活强迫你吃苦时 才去应对 主动去拥抱那些有意义的困难 这才是最高级的养生 如果今天的视频 让你觉得被击中了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打算在这一周里 做一件什么微小但困难的事情 是走楼梯 还是放下手机发呆10分钟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 这期视频 为你打开了一扇新的健康大门 或者你认同我们科学逆龄的理念 请一定不要吝啬你的点赞 这不仅是对我的鼓励 更是为了让算法 把这些硬核知识 推送给更多像你一样 关注生命质量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我们就能第一时间 在下一次的研究中相遇 这里是逆龄研究所 我们要看的 不是当下的流行 而是长远的健康 我们下期见 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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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